我们下期再见 分享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比较 怎么说的 比较落地了 其实就是因为说的 不管说到 野生动物保护也好 还是说的 野生动物的工作也好 具体还是要落实到法律 还有具体的监管 这样的一些 具体的工作上来 所以我们下一位嘉宾呢 将会从法律 还有职责 还有传统 这三个方面 来表达一下 在疫情之下 他对于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那下一位专家呢 他叫做张志通 长期从事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工作 曾经呢 在上海市林业局的 野生动物保护处 供职 现在呢 工作于 聪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 欢迎张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 有机会来参加 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 来绿楼讲堂活动 刚刚呢 组织人呢 已经把我的情况呢 简单做了一个介绍 我是2003年呢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生物系 毕业之后呢 一直从事野生动物植物的 保护工作 一直到2019年的9月份 转任到琼民区新村乡 应该来说 在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岗位上 我是工作了16年 所以是今天呢 我是作为一名曾经的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者 结合我的工作经历吧 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在新冠疫情之下 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 我的个人的几点 不成熟的思考和想法 那么在讲这个 我的几点思考之前呢 我想 先跟 先跟大家呢 来分享一下 人类历史上 曾经几种比较 善良化的 比较激昏的 这个 烈性的传染病 分别是 埃博拉 黑死病 艾滋病 SARS 还有H7N9的禽流感 刚刚我们谢教授 可能也给大家 多或多或少做了介绍 埃博拉呢 它是发源于非洲 是在刚果经 一条叫埃博拉的河的 这个流域旁边的这个村庄 发生了这个 烈性的传染病 据说呢 它的自然宿主 是一种蝙蝠 黑死病呢 大家可能更清楚了 在人类历史上 可能是 杀死 取掉人类性命 最多的一种传染疾病 它的自然宿主 是一些 镍齿类的动物 它的中间宿主 是鼠藻 艾滋病呢 是1921年 据说当时 是有一名猎人 在跟黑猩猩 搏斗的时候 被黑猩猩传染了 艾滋病 萨斯 其实H7N9 这个都是 发生在本世纪的 这个类型的传染病 特别是萨斯 最开始我们认为 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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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源是 果子梨 后来呢 经过专家的研究呢 可能是 有一种蝙蝠 这里为什么讲 H7N9呢 因为2013年的时候 H7N9 这个型的禽流感 它最初是在 上海安徽发现的 它在2013年4月份 经过专家研究 这个H7N9 禽流感的一个病毒 可能是在 东亚地区的 某一种野鸟 跟江州厚地区的 这个 家机 它的基因重组 产生的这种病毒 那么 这次的 新冠疫情的 这个病毒的 这个源头 到底是在哪里呢 因为有了前面的 这些 这些传染疾病 大家都认为 这些人序的 共患疾病 可能都跟野生动物有关 所以这次 新冠疫情出来之后 社会各方面 对野生动物 也非常的关注 那么1月24号 那个中科院院士 中国经济中心的主任 高福先生 曾经接收 电视采访的时候 就 明确地表达过 这个新冠疫情 可能是来自于 华南的海鲜市场 的某种野生动物 但随着 我们 这个 各个科学团队的 这个 研究的成果的 不断出现 人们把这个 新冠疫情的源头 不断地指向 比如说 穿山甲 比如说蝙蝠 一些野生动物 那么5月7号 华南农业大学 跟广东动物园 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内车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认为 这个新冠病毒 可能是 穿山甲 跟蝙蝠体内的 两种新冠病毒 然后经重组后的 这个结果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 新冠疫情 新冠病毒 到底是不是来自野生动物 只能说 是有嫌疑 还是有怀疑 但是 新冠疫情之后 社会各界 对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 都非常的一个关注 特别是 社会各个方面 对禁食野生动物 可能逐渐达成了 一个很强烈的 社会共识 各个管理部门 也都采取了 管理的措施 我这里也总结了一下 主要是几个字 停 打 禁 灌 修 一共是几个方面 停那是1月26号 中央的几个部位 马上把野生动物的交易 进行了禁止 全面禁止 然后2月24号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6次会议 也通过了这个决定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还把野生动物保护法 在2016年17年 进行修订的基础上 再次列入到了立法计划 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程序 在这些大的背景之下 我想想今天也谈一谈 我个人对于下部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的几点想法 主要是聚焦在管理层面 主要是三个词 六个字 一个是法律 一个是职责 一个是传统 我这个PPT 可能跟前面几位专家相比 可能相对枯燥一些 因为主要是管理上的事情 照片相对来说少了一些 可能文字多了一些 在这里先给各位朋友 先先先报个歉 那么就法律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是1988年 11月8号通过的 1989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 应该来说 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的 一个定海神针 应该是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野生动物保护法 这个实施以后 我们国家的 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应该来说是 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像大熊猫 猪环 葬林羊 很多原先兵于 兵于灭绝的这些物种 都得到了 得到了恢复 基本摆脱了 这个兵位的状态 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PPT里 这个也写到了 这个我讲 这个下部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可能最为迫切的事情 还是修订法律 完善体系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说野生动物保护法 这个修订了几轮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近几十年以来 中国社会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迅速的 很多新生事物 是不断地出现 那么这个法律的法条呢 可能很多规定呢 也要需要 需要不断地修订 来适应 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 我这个法律呢 打了个引号 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呢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呢 这个修订法律 其实不是单单仅仅修订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本身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其实我们 我认为呢 整个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体系 它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 它相当于我们 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宪法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像陆生野生动物的 这个保护的实施条例 水生野生动物的 这个保护的实施条例 还有各个条目的 这个相关的政府的规章 包括我们地方政府的 省级人民政府 政府的这个地方立法 它是一个 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和系统 所以说我认为呢 下部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呢 可能起码有三个方面的事情 可以做 第一个呢 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 本身条款的一个修订 第二个呢 就是法律条例规章 和地方立法的一个系统的修订 第三个呢 就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的 其他法律也要做一个 相应的一个调整 这几个方面呢 我会给大家分别举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 它相关条款的这个修订 那我给大家举了四个小例子 那么我重点是说中间两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全面禁止 食用野生动物的条款 这个在2月24号 全国人大的这个决定里边 其实已经把这个精神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这也是我们管理部门 立法部门 对全国人民 这个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一个 这个民情民怨的一个回应 那么下部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这个 条款的修订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把这个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条款 能够修订到这个 新的法律条款里边 那么现在的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大家可以看 这段话的表述 其实还是为食用野生动物 留了窗口的 那么第三个 这个第三个例子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 外来物种的管理 我们现行的法律 法规体系里面 其实对从国外引进 外来物种是做了规定的 是有行政许可的 这个设置的 从国外引进一种物种 是需要办理行政许可的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bug 有一个漏洞 就是你这个外来物种 特别是非宾威的外来物种 引入到国内之后 它的买卖 它的渲养繁殖 它的利用 这个是没有相关的 法律衔接的 那么就是说 造成了外来物种 进入到国内之后 它的后续就形成了真空 这为我们的一个生态安全 可能造成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隐患 这是野生动物保护法 本身的一个信用 那么在整个法律体系 修订方面 我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叫这个我们有个叫标识的 一个管理办法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里 它是这样表述的 就因这些特殊情况 需要出售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 应当经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并按照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 那么这个专用标识 到底应该怎么申理 到底应该怎么管 它是由国家国务院 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进行规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据我所知 这个标识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 但是在我们管理实践过程中 这个管理标识 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利用运输携带 基地等相关活动都非常密切 都非常密切 好多这个管理的环节 都需要查验这个管理的标识 但是这个管理办法 最新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出来 这个就造成了我们管理上的一定的困惑 与这个标识管理办法相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的人工繁育序症的管理办法 也没有新的保护法修订之后 也没有进行及时的修订 罚末的食物的处理办法 也没有进行修订 第三个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 与其他法律的一个衔接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简易证明的 证明的发放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第13条 规定了运输携带 基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品 一大串 要交验很多文件 有很多许可的证件 同时以及简易证明 那么这个简易证明 到底应该是由哪个部门出 怎么出 行政许可的相对人 怎么去申领 但是这里都没有规定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要加强与动物防御法 这个紧密的衔接 因为动物防御法里面规定了 各类动物它的检疫应该是怎么做 相关的证明是怎么出 而且这个规定最好还是要有可操作性的 我这也写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到我们自博馆附近 到九光百货 我们买一个LV的鳄鱼皮的包包 它是野生动物制品 那么你去买一个鳄鱼皮的制品 是不是也要找相关部门去开一个检疫证明 所以说我们在立法的过程中 可能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可操作性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关于法律的这个想法 那么第二个想法就是关于职责 我的想法是各个管理部门 还是要明晰职责形成合力 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 是林业草原部门和渔业部门 林业部门管陆生野生动物 渔业部门管水生野生动物 但是我做了16年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但是感觉我们主管部门 其实力量还是很有限的 需要各个部门都全力配合好 这项工作 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才能够发挥出它的合力 我这里写了大概有十几个部门 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发生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 这个刑事案件 它需要公安部门配合进行查询 其实应该这是公安部门的职责 那么在案件的后续的宣判的过程中 还需要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 那么流通流域的 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执法的工作 还需要市场监管 因为市场监管里面还有药监 我们好多野生动物可能是入药的 需要药监部门的配合 那么陆路交通需要交通部门 我们地地环节需要邮政部门 我们还有民航 铁路 这样的一些大交通的部门 我们的进出口环节需要海关进行把关 我们还涉及到比如说有些文物 比如说有老界的戴帽 老界原先像象牙戒帽之前 有些象牙的制品还跟文物部门有关系的 网络上的管理还有网管 等等还有教育 城管 物价 甚至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跟外交部也大尬的 因为好多时候像象牙 象虎 这些敏感物质的管理 可能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 因为国际上的好多组织 还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外交部也有他的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职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里边 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特别是执法监管工作 它的规定是现行是这么规定的 给大家也在这里也读一读 就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这个主管部门 是对科学研究 人工繁育 公众展示 等利用野生动物的这个极其制品的活动 进行监管 这是规定了这个主管部门的一个 这个监管的这个范围 那么其他的部门应该按照这个职责分工 对野生动物极其制品的出售 购买利用运输基地活动 进行监督和管理 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我们各个部门的这个三定的职能 其实写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的 可能就三个部门 一个是林业部门 它是管陆生野生动物的 一个是农业部门 它是管水生野生动物的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部门 它是作为监管部门 它是裁判员 另外两个部门是运动员 但是除了三个部门之外 其他部门的三定里面 可能都没有写这个野生动物保护职能 那你这个要求各个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的话 可能就有点笼统 有点模糊 那么在这里呢 野生动物保护法例可能还有一个bug 比如说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例48条 虽然呢在前面规定了 大家呢是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 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 但是在具体违法行为的处理上面 它把这个职能仅仅赋予给了 县级以上的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那么这里呢就可能有点 不是互相对应的 这个可能在下部修法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作里面 可能还要再把这个bug 再给它修订完善掉 那么这里呢 从职责的角度 我们也是建议 各个部门还是要进一步的 名气职责和形成工作合力 这个PPT好像有点小问题 我们建议呢 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管 能涉及到野外猎捕 人工繁育市场和网络的交易 运输 检验检疫 进出过等多个函节 也防止这个执法监管的过程中呢 有这个推诿的现象 还是要明确 应该把它最好是落在纸上 各个执法部门的分工 有一个进步的明确 比如说林业和渔业部门 就是主管部门 主要是负责对野生动物的野外的猎捕 人工繁育科学研究观赏 展演等活动的一个执法 那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 可能它的职能就可能比较多 就出售啊 购买啊 利用啊 实用啊 包括网络的监管啊 可能都要落给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那么在流通的环节 我们几个交通的管理部门呢 可能要承担起责任 我们海关呢 属好国门 那么从人血共患传染疾病有关的 这个动物传染病的监测防止方面呢 我们可能林业啊 雨业啊 兽医啊 卫生健康等几个部门 可能要分工合作 那么这里边也举个例子 即使明确了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职责之后 因为野生动物管理这个事情 可能是比较专业的 比如说我们在道口管理 比如说这个这个 我们在运输的途中 有这个交通管理部门 执法的过程中 发现了有野生动物 比如说鹦鹉 我们可能这个这个 大部分的鹦鹉都是重点保护物种的 比如也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虎皮鹦鹦 我们的有些牡丹鹦鹦 可能都不是保护物种 那么你让一个在道口 这个这个执法的 这个交通的执法人员 怎么来识别 怎么来认定这些物种 到底是是受保护的 还是不受保护的 可能就比较难 所以说呢 我这个这个地方 本来写了个建议就是什么 还是要进一步的完善 进一步的强化 我们不同部门之间的 这个执法的联系会议制度 大家要坐在一起 多沟通多交流 信息要共享 互相学习 这样经过一定的时间 大家的这个业务能力都提升 大家按照各自的职责 能够很好地完成 我们这个野生动物 保护执法这个工作的任务 这是我的第二点的分享 第三点的分享呢 就是一个传统 提起这个传统的事情 可能朋友们 对我们传统里吃野生动物 可能都是比较诟病的 那么我这里呢 也没有系统的梳理 我们的传统里 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些 一些一些态度 但是我是呢 把我们四大名著里 关于野生动物的一些 一些桥段拿出来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比如说三国演义里 三国演义里 第九十回 这个就是诸葛雷帅兵 七情梦获的这个桥段里面 就就提到 我们野生动物在这个 在三国演义里 它其实扮演的角色就是兵 它就是兵 里边有一个目录大王 身通法术 出则其相 其着这个白相 就是能够呼风唤雨 常有虎豹豹豺狼 毒蛇恶蝎相随 它可以召唤野生动物出来 做特种兵 来跟这个诸葛亮作战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叫水谷传 水谷传 这个大家最有名的桥段 就是武松打虎 跟李逵杀虎 在这里边呢 就是说 就认为野生动物是害 蒙古商人 为民除害 这个武松 是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 那么第三个 比如西游记 这个就是营栋式妖了 我这里也罗列了很多 其实呢 整部西游记 他的南一号 孙悟空 就是一个野生动物 他是一只猴子 南二号 猪刚烈 猪八剑 其实他的原型是一头野猪 他是一头野猪 那么 他是以取经 为切入点 其实西游记 换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一部野生动物之间的 这个江湖恩仇路 江湖恩仇路 反正每到一个地方 就出来一个 一个豹子精 一个黑熊精 大家打来打去 打来打来打去 那么 这个最可 最可怕的是红楼梦 最可怕的是红楼梦 这里边呢 说白了 野生动物是贡 是贡品 是食物 第53回里面 里面写的这个 黑山村的这个 乌庄头啊 来向我们贾府 来浇猪子 里面就 这个很长的一段 我把这个 跟野生动物 可能有关的 列了出来 里面有鹿 有章子 有袍子 这个有野羊 还有巡黄鱼 此外呢 除了吃的之外呢 还有些 这个宠物 活鹿两对 活白兔四对 活锦鸡两对 这个红楼梦里面 有很多 关于这个 这个野生动物的 这个这个 这个桥段 在第75回里面 还出现了 叫封烟果子梨的 这么一个食品 给下面的这个 丫鬟吃 所以说 大家也想想 这个 这个 各个 各个府里边 这些 夫人丫鬟 经常患一些 奇奇怪怪的毛病 到底是不是跟 经常吃野生动物 制品有关系 这个 可能也不 无关系 所以说 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 这里边 还有一满汉全席 上来的 上来 满汉全席 这个 上市的 灌口里边 上来就是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营 上来 三句话 就有两个 是野生动物制品 还有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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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巴针 其实也都是 一些野生动物的制品 大家看了 这些介绍之后 就感觉 是不是野生动物 难道在我们的传统中 就这么悲惨吗 要么是妖 要么是怪 要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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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邪恶 要么就是被人吃掉的 其实 其实呢 历史呢 往往还有它的 另外一面 其实中国呢 除了这些 不好的这个习惯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 优良的一些 野生动物保护的传统 那么早在 我们的五帝时代呢 据说啊 这也是传说 这个 当时管理 山泽鸟兽的官员呢 就被称作鱼 大鱼治水的时候呢 顺帝呢 就派鱼 为鱼 然后呢 鱼就可能是 全世界最早的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 或者是 资源资源的保护部门 那么 鱼呢 可能就是世界上 第一位的 这个生态保护的官员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西州的这个代虫令 吕氏春秋 还有秦绿的18种里面 其实都有 野生动物保护的 这个相关的条款 那么在西汉 包括在唐 在宋 也都有相关的这个法令 这个专门保护 野生动物 特别是我们这个宋朝 宋朝 宋太祖在 建龙二年颁布的 这个禁财补照里面 这个规定了 这个野生动物的 在它的繁殖期间 是不能够进行捕捉的 这个法令呢 延续了好几百年 在整个有宋的几百年里面 全部是延续了这部法令 那么 这里呢 在青石录里面呢 还记载了 雍正皇帝啊 这个禁用象牙制品的 一个事情 那么他在看到 这个省里面啊 进贡了这个象牙制品的时候 有一段感叹 他做了一段批示啊 给这个大学士 这个最后呢 一段我给大家读读 是 等传于广东都府 若广东工匠为之 则尽其物德在制 若从海洋而来 为此摒弃物买 这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 是我们广东工匠自己做的 就以后不让他再做了 如果是从国外进口的 这个东西 咱们以后又不买了 这样久而久之 这个购买象牙制品的 这个习俗 这个封锁 这个不良的习惯 也就被禁绝了 所以说呢 有可能雍正皇帝 倒是我们历史上 第一位禁制虾贸易的 这个官员 这是今天我的 这个第三个分享 就是传统 应该是洋气 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华传统里的 一些一些一些习惯 当然呢 这里边呢 可能也需要是 全民参与的 虽然说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法令 但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呢 确实是需要 全民共同来参与的 如果呢 我们法律也很 也健全 我们的执法部门呢 也能够尽职尽责 但是呢 大家呢 还是有些老的一些传统 比如说认为 野生动物就是好的 认为野生动物就是有营养的 认为吃野生动物 就是身份的象征 而且能够补身体的 这些不良的习惯 一直有的话呢 我想呢 我们这项工作 仍然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呢 我今天的几点思考呢 在这里呢 跟大家呢 最后再归纳总结一下 就是从法律的层面呢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呢 就抓紧要修订 我们的法律体系 进一步完善 我们的整个的法律体系 要知道我们 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里面 哪些工作可以做 哪些工作不可以做 那么从职责的这个层面呢 我们各个职能部门呢 还是要进一步 明须我们的这个工作职责 不要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还是要最好是 把职责写在纸面上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形成工作合理 第三个呢 就是从我们全社会的角度 我们还是要 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去其糟粕 然后呢 取其精华 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 精华的东西 保护的一些理念和意识 传承下来 把一些吃野生动物 利用野生动物的 一些不良的习惯 是这个坚决的一个摒弃 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我们每一个市民 参与进来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